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说到NBA最优秀的教练 人们心目中有不同的答案 有人说是红衣主教阿尔巴赫 也有人说是马兹队的功勋教头波布维奇 还有人会认为是带领勇士队拿到了四年三冠的史蒂夫科尔 没错,他们都能入选讨论范围 但有一个人绝对不能忘记 那就是菲尔吉克逊 可能你会觉得他执教生涯的成功有赖于历史巨星加持 但公牛胡人两大王朝的建立 他绝对劳苦功高 是乔丹、科比、奥尼尔身后不可或缺的那个男人 今天这部影片,阿斌就带大家走近禅师 欣赏他那波澜壮阔的人生履历 包括和珍妮小可爱不得不说的那些事 1945年9月17日 菲尔·杰克逊出生于蒙大拿州陆战市 其父母查尔斯与伊丽莎白·芬克·杰克逊 都是神兆会牧师 从小耳濡染的菲尔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 在苦行般的环境下长大 既不允许看电视,也不允许跳舞 直到高中四年级的时候 菲尔才看了人生中第一场电影 大学里才第一次跳舞 他幼年时认为自己将来也会成为一名牧师 所以说,尝试这个名号的由来 就和他早年的经历息息相关 当然,菲尔也有属于孩童的快乐时光 他射击的运动很多 但篮球让他坚持了下来 高中时期,他带领球队两获州冠军 大学生涯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最终,他于1967年NBA选秀中 第二轮第十期顺位被纽约尼克队选中 尽管在球员时期 菲尔并不是什么明星 如果不是依靠在场上的凶猛拼抢 他大概很快就会淡出联盟 但他一开始就是人生赢家 那时候的尼克正处于球队最鼎盛的时期 四年三进总决赛并拿下两次总冠军 菲尔也随队收获了两枚球员时代的总冠军戒指 而这只是他传奇的序幕 1987年,已经退役7年的菲尔来到芝加哥公牛队 作为助理教练辅佐道格·克林斯 并在1989年正式转正 那一年,菲尔把三角进攻战术移植到了公牛队 并且在乔丹与皮鹏的发挥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91年到1993年 菲尔率领公牛完成队时首个三连冠 1996年到1998年 他再次率队获取三连冠 并在1996年得到了年度最佳教练奖 那一季,他带领芝加哥公牛队取得了72胜 十赋惊天战绩 说到这儿,就需要重点介绍一下 禅师的三角进攻了 它是一个怎样的体系 为什么能够如此神奇 其实别说球迷 就是当打的NBA球员 在刚加入菲尔球队时 都很难理解三角战术的奥义 很多球员往往是加入几年后 才渐渐明白他的执行方式 三角进攻的特点 是需要一个持球单打能力极强的巨星 通过球的转移 形成一对一的局面 让巨星单打 且需要这个球星本身防守能力很好 否则会出漏子 这就是为什么禅师需要乔丹和科比的原因 而这类个人能力极强的球星 需要的是有个足够厉害的教练 能将其降服 所以,这就不得不提禅师的另一个厉害之处 那就是他的海纳百川 他会容忍球星的不成熟 以及他们的小缺点 因为禅师年轻时就是放荡不羁的嬉皮士 所以他有足够大的气度 来让球星慢慢走向成熟 正因为这种在NBA少有的宽宏大量 使得那些极具个性的球星 才会愿意对他马首是瞻毫无怨言 乔皮,OK 在禅师之下成为NBA历史上首居一指的二人组 而收服罗德曼则是菲尔人格魅力最好的体现 大冲与公牛堪称是天作之和 这不仅仅因为他在公牛三个赛季 都拿下了联盟篮板王 还在于他帮助球队构建起了一道 联盟顶级的坚固防线 这才是王朝创建的基础 至于进攻 反正把球给乔丹就好了 罗德曼的能力从来都不是他被质疑的原因 其乖张的个性才是 个人成长经历 包括出进联盟时在活塞养成的比赛习惯 让罗德曼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坏小子 活塞解体之后 他曾为马次打过两个赛季 但却堪称一场灾难 表面上看 两个赛季的罗德曼场均可以抓下17.1个篮板 是其生涯巅峰水准 但量力的数据背后 是他和球队之间的不可调和 当时波波围棋还不是马次队的主教练 但自从他1994到95赛季 开始接任球队总经理一职后 因为其高压式的管理风格 使得球队和罗德曼的矛盾不断加深 后者无故缺席训练 在接受采访时大放厥词 在季后赛拒绝帮助罗宾逊协防奥拉猪旺 种种叛逆迹象导致双方最终决裂 但禅士的处事之道 则是让罗德曼如沐春风 在刚加蒙空牛的第一场季前赛中 大成不服裁判吹罚 拿球砸向篮板后方的计时器 结果吃到了一次技术犯规 这时 罗德曼习惯性地向教练习望去 他以为 菲尔杰克逊会像他之前遇到的教练那样 暴跳如雷 然后把他拉到场边教训一通 然而 他所看到的情景是 菲尔用脚倾踢了一下椅子 然后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这让罗德曼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包容的温暖 于是他渐渐地把心放开 为公牛不遗余力地拼下每一个篮板 把一个超级刺头变成一头顺毛驴 这需要极强的人格魅力 全联盟估计也只有禅士能够做到 尽管在公牛队取得了成功 但菲尔与球队总经理杰里·克劳斯的关系却越发紧张 到了1998年 禅士只能跟随乔丹退役的步伐选择功成身退 然而仅休息了一年之后 菲尔就开始锻造自己另一个高峰 在接过胡人队教编的同时 他也捕护了珍妮巴斯的芳心 比试的他们 一个已经是NBA历史名帅 一个是NBA最成功老板的千金 此前情路不顺的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同年12月 两人正式开始约会 而菲尔的办公室恋情并没有影响球队 相反 那一年胡人的战绩蒸蒸日上 取得了傲人的67胜 并由此开启了紫金王朝时代 那段时光 OK组合还情通手足 而禅士和珍妮也处于爱情甜蜜期 不过禅士和胡人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融洽 他和总经理杰里·维斯特之间矛盾重重 与此同时 禅士还渴望执掌球队人士大权 不过这一诉求遭到了老巴斯的拒绝 作为父亲的左右手 一向爱岗敬业的珍妮自然是负命难违 这也让他和禅士之间第一次出现嫌隙 三连贯后 除了OK组合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禅士和胡人之间摩擦也愈发明显 所有的状况都在04年输球的那个夏天彻底爆发 鲨鱼都由麦阿密 而禅士也与球队闹班后离去 和珍妮的感情也一度陷入了冰点 庆幸的是 05年休赛期 禅士受邀重回胡人 这让他和珍妮再续前沿 此后 两人在洛杉矶同居多年 而珍妮也成为了禅士的坚定支持者 情路缓和之后 事业也变得平顺 胡人在08-10年三进总决赛 完成两连贯 可比在戒指数上超越了奥尼尔 继续追赶着乔丹 而禅士也成为了NBA历史上 获得总冠军戒指最多的主教练 可谓荣誉等身 接下来的赛季 两人都向着胡人第二个三连贯发起冲击 但球队其他人已经没有了 当初对总冠军的渴望 加之可比有伤在身 整体有所松懈的胡人 在季后赛被独行侠横扫出局 随后 禅士再次选择急流勇退 虽然他一直渴望进入胡人管理层 但是老巴斯始终没有松口 在老巴斯离世后 珍妮的弟弟接管了胡人 这让禅士重返胡人的愿望成为泡影 2014年 禅士接受尼克老板邀请 出任球队总裁一职 当时珍妮和不少身边朋友极力反对 认为那是个火坑 会毁了禅士的一世英明 但是一心想要入主管理层的禅士 并没有理会 于是和珍妮之间的矛盾加深 死后数年 两人更是聚少离多 异地恋的现实 成了压倒这段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好在 如今分手后的两人依旧还是朋友 看过禅士的故事 或许你会对最佳教练有新的认知 他处世之道中所蕴含的禅意 也值得我们好好细评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